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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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昨天台北股市涨了五六百点 所以呢涨很多 那今天台北股市呢 稍微走震荡 我觉得这都合理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个指数啊 最高涨71点 那目前呢是小跌26点 因为昨天台北股市 涨了五六百点 好所以呢 这地方稍微有点震荡 我觉得 大家都可以接受了 而且 这个震荡呢 也没有让我们看到什么 明显爆量下跌都没有 都没有所以呢 台北股市目前呢 它还是维持在一个 多头的架构里面 对吧 好 那既然台北股市维持多头 那可见大家都很想要说 啊 赶快来赚钱 可是同志我们来仔细看 我今天测标写啊 赚钱vs最后一只老鼠 这什么意思 多头 现在是多头没问题啊 那这个盘走到这个时间点 多头到了 大家都很急着想说 啊 赶快来赚钱 可是你不要忘记啊 这波的多头啊 它是从前年啊 10月底开始 一路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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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这中间稍微有点震荡啦 或者稍微有点休息一下啦 可是呢 整个多头从前年10月份 开始一路涨起来的嘛 对吧 好 那各位 可是你有沒有发现到 台北股市啊 涨了大半年啊 不是大半年 是一整年以上 可是呢 我最近一直跟他讲 你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不代表说每一档个股都上得去啊 我举个例子来讲啊 有些个股到现在为止 你会发现到啊 还在创破断低点啊 你看被动元件 对不对 你看那个台胜科 还在创破断低点啊 你看药灯最近也在创破断低点 你看那个核心控 一路跌啊 跌到现在为止还在创破断低点 你看那个茂连 最近也创破断低点 好不容易稍微小反弹一下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 你自己看嘛 很多个股都这样子啊 是不是 那可见得说指数在涨 可是如果说有些个股 你选错的话 到现在为止都在等解套 这跟什么最后一只老鼠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嘛 是不是 所以呢 接下来这个盘要看什么 就是说 这多头 有没有机会继续再往上供 持续再往上走 如果他持续再往上走的话 你那些啊之前买在高等 而且最近创破断低点的股票 多少都有机会反弹啊 但是这反弹 不过是等解套了 那如果说这个盘 涨到这个高点的位 来到这个位置去的时候 他开始慢慢的 让你看到 哎怎么搞的 好像有点建高点 稍微有一点点 稍微有点点压力的时候 我跟他说 你那个股就没办法解套 因为创破断低点的个股怎么解套 如果指数他都没上去的话 稍微有点震荡的话 代表说有些股票一定都还有低点 对吧 好那现在重点来了 那到底这种盘 现在还是多头 可是你去买错股票 你会造成什么 你去追到高点 当成市场最灰之老鼠 那到底这个盘要怎么做 好各位我们待会 慢慢来跟大家做解说了 我们还是先来看了 到底这个盘 我们现在怎么去解读 因为从前年10月份 涨到现在为止一路在创新高 那到底他会不会建高点 到底什么时候呢 这地方会是一个重要的警讯 到底要怎么看 好我们来仔细看 其实说跟美股有关 你会发现到美股也是涨一大段 可是到现在为止 美股昨天就算稍微有点点震荡 可是也还是守在月线 有没有 现在都还是守在月线 对不对 可是昨天美股为什么还会涨 原因在哪里 注意看 昨天很有趣 昨天美国公布1月份的零售销售数字 结果意外下滑0.8% 创一年来的最大降幅 这不是好消息了 对不对 这不是好消息 因为它不是好消息 所以造成说大家在想 因为那个经济 是不是软着陆现在可能有点疑问 因为经济有点问题 所以联准会可能会提早降息 所以它在预期说经济不好 联准会会提早降息 所以造成美股昨天的走势 还是让你看到它也没跌 跌不下来嘛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不要忘记 在我们那个新春开盘前一天 美国公布1月份的CPI上扬0.3% 高于预期 这代表什么 通膨有反弹 通膨没有继续降 所以呢 现在美股就卡在哪里 就是说 不管你经济或者是你的通膨 它现在都是针对联准会的降息 这个货币政策 它来去做反应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那我们就开始预测了 到底这个盘 应该这么说了 它高点还有多少我不知道 现在是多头没有问题 但是呢这个高点会到什么时间点 可能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什么意思 我们来仔细看 昨天因为零售销售数字 创一年以来最大降幅 经济没有很好 看起来怎么搞的 而且经济是不是 软着陆有问题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注意看 市场预期说 联准会可能会提早降息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 10年级公債值率昨天跌0.6% 可是到现在为止呢 大概是站在警线之上 它没有跌下来 没有让你看到什么破线走弱 或像之前这样子 好像要去测前低 没有啊 它现在还是什么 一个底部完成的状况 还守在警线 好 再来 那你再仔细看美元 美元也没什么底 最近坛上来到半年线之后 现在又维持在一个区间 并没有说 因为你经济可能不是很好 所以你联准会可能要提早降息 造成公債GP大跌 美元大跌 没有啊 你看我节目 只要多看个一两天 你应该都知道 我跟大家说过嘛 股市跟公債值利率 甚至于跟美元 这两个是悄悄板 不可能同涨同跌啊 是不是 好 那现在怎么看 这多头能够维持多久 美国的多头能够维持多久 好 我们来仔细看 我的看法是这样 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在预测 到底你人准会 你什么时候会降息 之前公布CPI的时候呢 大家市场认为啊 可能等到六月或者是八月 六月或八月嘛 因为七月没有会议啊 那昨天呢 比如说销售数字一出来 不是很漂亮 现在大家的看法是什么 可能五月或者是六月嘛 好了 不管是五月六月八月啦 我预计啦 在这个时间点应该有机会 最起码先降息一次 试试看 那但是呢 有没有提早机会到五月 还是说要拖到八月 这要怎么去看 好 我看法是这样 现在美股 对美股而言啊 最害怕的是什么 其实你去看那个经济面喔 那所有的经济数据 有时候好 有时候不好 那都很正常 就是一个比较属于起伏的状况 其实现在对美股而言 最怕的就是什么 通膨会不会再起来嘛 不要说起来 通膨会不会出现反弹嘛 对不对 你已经看到啦 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一月份的CPI 已经上扬0.3% 出现反弹嘛 高于预期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去试想啊 如果这个时间点 那个通膨又出现反弹的话 美股要怎么涨 对啊 美股要怎么涨 是吧 好 所以那我现在怎么看 我们来仔细看齁 这就是我要跟你各位讲的重点 你去看啊 昨天的油价涨1.5% 现在整个油价呢 他也是站上景线位置区嘛 来到82.6% 我记得在一月底的时候呢 我跟他讲说 一月份油价的均价在7级9.4% 他高于12月份的均价 对不对 所以我在一月底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啊 二月份的时候你要提防什么 通膨在一起 结果答案出来了 我们看到一月份的CPI指数 就是上去 那如果说 等到三月份去公布 二月份的CPI 他又没有降 然后又再上去的话 我跟他讲 如果说虽然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美股应该见高点 最起码这上半年先让你看到见高点 好 那怎么看 有没有机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齁 昨天的油价涨1.5%嘛 现在今天是算二月 台湾算二月16号嘛 美国算二月15号 现在整个二月份的油价的均价 他已经来到80.9% 这个数字 连11月份80.4%均价都是过去了 是不是 你一月份还要7.9.4% 结果二月份去公布一月份CPI 出现反弹了 那我问你嘛 那现在二月80.9%会不会出现反弹 会不会出现反弹 一样嘛 还是有反弹的机率很大 所以到以美国时间点来看 今天二月15号 到二月28号之前的 这十来天的日子里面 我跟你讲 你要注意这东西 油价只能收82.6%嘛 如果它持续站在82以上的话 我跟你讲这均价还会再往上 好 这均价还会再往上 除非 在未来这十来天的日子里面 油价跌破了81.5%左右 或许会把这个均价往下压一点 那对股市是有利 但是如果说油价在未来这十天里面 它的价格呢一直占在82块多 甚至于让你看到突破83 那不用讲了 你这个二月份的均价一定会往上 对不对 那这会影响到什么 各位注意看 我刚刚说过啊 这个多头没有问题 现在都没有破线啊 多头怎么有问题 问题是多头会长到哪里 我不知道啊 但是多头的时间点 这地方要注意一个时间 3月12号 为什么 因为3月12号要公布CPI啊 如果说一直到2月底的时候呢 油价的均价都还在一直往上的话 那我问你嘛 那等到3月12号这个时间点公布CPI 通膨继续反弹的话 那问题就来了 你懂我的意思啊 所以目前以这种盘式里面来看 多头没什么问题 现在还是在走多啊 可是来到3月12号这一天公布CPI的时候 就要注意啊 通膨会不会继续反弹 如果继续反弹的话 我跟你讲啊 美股涨那么多了 跟台股一样也都涨很多了 如果你通膨再继续反弹的话 你要预防 3月上旬过后 这段期间里面 股市会出现大增大 应该懂我意思了 我讲得很清楚了 如果再不懂的话 可能这个 反正你去YouTube里面 把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段 你多看几次 好 应该会很清楚 对不对 所以咧 今天2月16号 现在油价 油价的均价来到80.9 已经比11月还来得高啊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要预防 3月12号之后 这地方开始会出现变化 这里会出现变化 所以呢 整个多头呢 还有机会继续走啊 在这段期间里面 还要继续走啊 除非有出现什么 比较重大的经济数据 到时候再说嘛 但是以这种多头来看 大家有机会继续走啊 但是到3月上旬之后呢 你可能要注意啊 他会见高点了 所以我问你现在怎么做 还是多头啊 多头你不赚吗 不赚很可惜啊 很多人在等多头啊 问题是等这个多头 不代表说他是无限制的 就一路往上攻啊 因为那种前年的10月份 已经开始涨到这个时间点了 所以我必须在这个时间点 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给你一点点风险意识啊 你现在反而要预防什么 想赚钱 但是你不要让自己成为 最后一只老鼠 什么叫最后一只老鼠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啊 很多个股到这个时间点 指数在创高 他一路创低点啊 那你不要看这些股票喔 这些股票已经造成一堆人啊 买在高点了 已经当市场最后一只老鼠 如果你再去看啊 台北股市在创高的时候 有些个股它反而是破线跌下来 这不用讲 这一定有人在出嘛 是不是 你看创业也是一样啊 融资创新高 今天好不容易反弹啊 问题是你买在这上面的人 你到现在为止 你还在等解套啊 那你去试想嘛 它已经破线啊 如果说盘式开始出现震荡的话 你认为它会大涨嘛 应该是下跌的几率比较大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买到高点了 很多都已经当市场最后一只老鼠了 所以你再仔细看啊 这些个股现在目前还蛮多的 你看中美已经有破线了 什么立端这也破线了 金锐这些个股也破线了嘛 环球金这些股票 现在也破线嘛 对不对 如果说盘式出现震荡的话 接下来你反而要注意什么东西 你看齁 有些股票现在已经高档震荡了 已经开始在高档震荡了 你看连勇现在都在高档震荡嘛 对不对 你看全年现在都在高档震荡嘛 是不是 这些股票也是一样啊 翔作也是一样嘛 这边开始高档震荡嘛 那如果盘继续涨那没办法讲 还有机会再出现上涨 但如果说盘没有继续上涨 反正出现震荡的话 尤其我刚刚说的 3月12号 3月上旬之后 可能就要注意 这天公布CP 东鹏继续在反弹 你说美国股市在继续大涨 我觉得那机率就不大 你说那现在怎么赚钱 我跟你讲 我的策略是这样 因为你现在还是多头 但是我要预防的是说 这个通膨会不会让我们看到说 他又在反弹 如果他又在反弹的话 那代表说这个指数 在未来这段期间里面 他很有机会让你看到高点 你看到高点 你还经常去买 这像什么你知道吗 这就像去年7月份 你去买AI的人 你去追高AI的人 你等了大半年 大半年了 几乎半年多 对不对 半年多之后好不容易 有些稍微让你看到 稍微有点解套 是不是 可是重点是 这跌一大段下来 你那时候用融资买的 你还未必撑得住 是吧 所以呢 你可能要提防一下 这个时间点 不要让自己成为市场 最后一只老鼠 可是多头又还在 我要怎么去赚钱 今天在我们LINE S里面 我就说了 两个方式 既然你怕当最后一只老鼠 就不要追高啊 是不是 小朋友不要追高 然后说山顶上完 有谁能赢吗 山顶下完不赢也难 是吧 所以呢你不要去追 那个已经涨一大段的股票 你要预防 哪天是追到高点 像去年7月份的AI一样 你等了大半年才在等解套 你说得了 你看最近台积电这一涨上来 那最近新闻都跑出来啊 哇两年前买在高档的终于解套了 等两年耶 这还等两年耶 我说句实话 你AI等半年你已经快受不了了 台积电你等两年 你有拿那么多时间去等它 是吧 那再来又重点就是 持股不要太多 持股不要太多 所以我们的做法就这样 我们来仔细看 怎么样让我们的持股 不要太多的情况之下 我们在山底下完 怎么做 我们来仔细看 农历年前我就有跟各位讲过 那时候我跟各位讲过 一档终于 对不对 还没有动啊 没有动的时候叫你买啊 结果到今天为止 让你看到再创新高 我的操作没有叫你去追 第一档买完 让你看到创新高 是不是 这样的做法就类似什么 之前我们去做行运股也是一样啊 低档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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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高开始慢慢调节 有没有 我哪一档叫你追过 我还是一样啊 低档买拉高我们就获利调节啊 剩下一些电子类股也是一样啊 当初低档买拉高我们就获利啊 有没有 很多个股低档买拉高就开始获利啊 这股票都这样子嘛 从低档买拉高获利嘛 对不对 但问题是你现在这个多头牌没结束啊 我们刚说那个时间点在3月12号 就说3月上旬之后 那预防通膨又再继续反弹 那你多头又没有结束我现在怎么赚 就像我说的啊 我们去抓低档的股票 而且呢持股不要买一堆 那买一堆都在乱枪打鸟啊 反正我试试看嘛 我都东拆西拆嘛 拆到对了我就拿上来跟贵琪 拿到节目上面跟他说嘛 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做啊 ONI对你有帮助吗 很多东西你想一下 那你再仔细看 那你就说老师那多头还在 我现在怎么做 我们仔细看 因为我只有三组会员 我不会把那个组别 我给你分到六组 七组 八组 然后每一组我都跟你讲说 你看我买个什么一组最多五档 买个三四十档 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节目里面看到一堆老师 拿那个涨停或者是创新高的股票 你都没有啊 你都没有啊 啊没有什么好高兴的 搞不好你一堆股票 你还在创破端低点啊 我说那对你没帮助嘛 所以呢当盘是来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跟他说嘛 一月份很多个国 我们已经逢高获利了嘛 但是你现在多头还在持续啊 可是我要预防的是 三月上旬之后 同盟会出现反弹啊 啊如果这里去追的话 去追到高点 所以我说不要追嘛 所以我三组会员 我们都只各买一档 好不好 你来仔细看啊 我先公开一档啊 因为资金比较大的 最大的 我们今天有去买3587的鸿康 侯信在这里 9.03分 266到270附近我们去买进 找盘去买啊 买完之后就开始往上供了 而且这类型的个股你会发现到 这是属于台积电的概念个股 这波全球股市 来到差不多这封关期间的时候 都是因为台积电带上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呢你今天去找股票的时候呢 跟台积电相关的一些开明个股 这些股票它最有机会啊 所以呢今天找盘的时候 一开盘买完 今天开始往上冲 你不会追高啊 因为他经过就整理过了 不是说已经涨一大段了 我叫你去追啊 你懂我意思啊 所以呢这样的操作模式里面 你就没有追高的疑虑 好这是资金最大的 我们今天买这档 那资金比较属于中等一点的呢 同样的 我去买一档半导体的索马股 这类型的客户你也发现啊 股价经过打底啊 不是说已经涨一大段 我叫你追啊 今天开盘的时候我叫你去买 结果今天一开始冲上去了 什么叫做索马股 你注意看哦 之前我跟大家讲过 有一些索马股它可能会比较偏高价 所以呢这些比较偏高价 它可能它筹码会比较稳定 就类似什么 像之前我们在做释阳的时候 你看那时候183 185这地方买 买完之后呢 涨了45% 涨了45%之后我就说我获利卖掉了 后面再出现震荡 你要赚给你赚了 我们就稳稳荡荡 赚这45%嘛 对不对 我说这种索马股很多人在低档的时候都没发现 因为它不是让你看到最热门 市场呢最多人讲的股票 没有但是呢它筹码非常稳定 同样的这种索马股呢 今天我们再做另外一档 同样在底部完成之后呢 今天开盘买完之后 今天开始往上跳 为什么要做这种股票 因为跟半导体有关啊 最近最热的都是半导体 再加上呢 你以营收来看嘛 前年赚6块多嘛 去年也赚6块多嘛 到现在为止整个营收啊 它都有在成长 跟去年比全部都在成长 所以呢有些个股呢 这地方不是说啊 涨上来之后拼命叫你去追 然后告诉你说 你看我的股票创新高 买在哪里啊 扣讯给我们看一下嘛 没有啊 不会有人讲啊 所以呢有些个股也是一样 在低档的时候 急加走攻击之前 我们赶快进场去嘛 所以呢今天的走势呢 它要开始往上冲 有没有没有叫你追嘛 我说你要预防啊 这次还是多头啊 你不要因为想要赚钱 然后拼命追高 你去试想 你过去股票套牢是怎么套的 都是受不了啊 哇大涨赶快追赶快追赶快追 结果你全部都在高点 你有多少时间都在 当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在股票市场里面 有多少时间 你都在等解套 那没有意义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这样文文当当的做 所以呢 资金充整一点的 我们去做这档 半导底索马股 那如果说你资金比较小的 同样我帮你抓一档 也是底部完成的股票 现在在W底的形态里面 即将要过景线了 最近这些股票呢 都有一些 法人啊外资啊 他开始慢慢吃货 所以呢等他一突破的话 我认为了 后面大底完成之后 后面应该会有一段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那能不能认同我不知道 但是我说我怎么做 我就在节目里面怎么跟你说 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认同我们的方式 然后呢 想要在股票市场里面 不是每天在那边买 然后每天在那边拼命追的 我建议你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过年期间 全面五折的优惠 预计公司应该快结束了 所以呢 好好把握这个优惠的机会 我们休息一下 带回来 运达头顾湘老师 祝您股票都看紧 福气都睁来 感恩回馈庆祝年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请您立即拨打致富专线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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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头顾 运达头顾 真心照顾 运达头顾湘老师 祝您股票都看紧 福气都睁来 感恩回馈庆祝年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请您立即拨打致富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昨天台北股市涨了五六百点 稍微有点震荡 我说那都合理 现在都是多头 没有什么改变 还是多头 但是呢我们刚才有说过 来到3月上旬之后 因为3月12号要公布CPI 如果说这个通膨在一起的话 我预计啦 你可能要留意 后面可能会出现 比较大的震荡 所以你想要去赚多头的钱 你要预防什么 不要去成为市场 最后一只老鼠 所以整个操作 这里我们刚刚都讲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今天认同我们的方式 你要去找一个有多有空 应该说看得懂 能够让你有买有卖的老师 你就跟着一起来 好不好 全面五折 这个公司的一个过年的周年庆 即将要结束了 欢迎你来电咨询 我们下个礼拜一见 拜拜 全意受损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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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